DF 先进防御战机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这一集继续来聊有关ADF 先进防御战机 接下来假如要设计机体的话 需要考量哪些逆中的设计 上一集我们有聊到近期到的类型 介绍过了柵欄式 就是F117 这种第一代的逆中战斗机 还有Kirito这种进气口 或称为加莱特进气道 像F22这一类的战斗机 也几乎是现在所有的逆中战斗机 所采用的进气道的类型 在这一集我们将介绍 像F35所用的DSI 无负面层格道超音速进气道 还有像F16 IDF所采用的固定椭圆形进气道 还有像F14 F15这种二维进气道 以及像幻象2000所采用的锥形的进气道 刚好让朋友们对于进气道的设计 做一个粗浅的了解 首先上一集有介绍过F22猛禽战斗机 它的进气道 这堪称是近代史上最成功的一项设计 因为它的Kirito进气道 在进气之后有形成一个S型的通道 而在这个S型的弯道的区域 像这边就是一个进气道侧面的弹舱 这边配挂的AIM-9X响尾蛇空对空飞弹 可是这个空间因为还有主轮要存放 所以其实这边的弹舱容量非常的小 所以只有左右各一枚的AIM-9X的飞弹可以收纳 而在这边中央就是它的驾驶舱后方 这边就是它的机腹的弹舱 这边的容积就比较大 由这张剖面图就看得出来进气道的设计 它牵扯到包括机轮的收放 还有弹舱的设计 甚至连整个主翼 它的结构也全部都影响到 所以包括机体的主粮到机翼这边结构 它的强韧程度全部都牵扯到 所以难怪在GD通用动力 他们在设计战斗机的时候 进气道的工程师 它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 接下来我们介绍DSI进气道 又叫无负面层格道超音速进气道 在中国也有人称它为棒式的进气道 还有古包进气道 这一类的进气道 洛克希德·马丁在1990年代 就有开始从事相关的研发工作 最早有改装一架F16战斗机来进行测试 主要的优点就是设计简单 逆装效果好 因为它是固定式的 所以它的结构跟它的重量都可以取得均衡 主要的就是让空气的流速 就是空气的气流撞到这一个斜坡的时候 有进行减速的一个作用 可是后来测试就发现说 像这一类的进气道并不适合超音速的巡航 所以像F35逆中战斗机 它在进气道的入口这边 就有很明显两个鼓鼓的 这个就是DSI这种进气道的特征 相较于KARIT进气道 DSI进气道它这边的阻力就会比较大 当然也因为这个形状 所以像F35它只有一具的发动机 刚好就可以被遮蔽住 产生非常好的逆中效果 大家从这张照片也可以看得出来 F35的正面 它的雷达截面基非常小的原因 包括了你看这个是它的主翼 而它的水平尾翼就被它的主翼遮住 而且它的双垂直尾翼 也都采用了一个比较简洁的一个倾斜角度 采用DSI进气道 包括中国的歼20战斗机 这边就有很明显一个鼓起来的位置 可是这也是我们所强调的 歼20它本身的前小翼有一个上扬角 而它后面还有一个稳定期 再加上它的双垂直尾翼 在这些结构之下 它的雷达讯号一定会比F35还要高 由于中国后来采用DSI进气道的飞机非常的多 包括了中国跟巴基斯坦合作的JF-17 骁龙式战斗机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进气道也有鼓起来 不过这款战斗机的销路并不是很好 主要是它的作战能力并不突出 这款战斗机最早是源自于超7系列 就是米格21的中国版歼7战斗机 它的现代化工程 还有后来的歼10的C型开始 也采用DSI的进气道设计 这张照片是最早的歼10A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进气道 就是比较传统的类似F16的皮式进气道 但是它比较方形 而且在它的上原部分 为了强化它的结构 所以这边还多了6根 就是左右各3根的加强金 导致这个部位的雷达反射的截面积非常的大 所以后来到了歼10C 就改进了这一部分的结构 改成DSI的设计 所以歼10目前在中国的空军里面 是属于一种低端配置的战斗机 在侵扰台湾周边空域里面比较少出现 也因为它的航程比较短 作战能力的限制的关系 所以基本上它的战斗力 纵使是后来的歼10C 都远不如台湾的F16V战斗机 接下来这就是中国的FC31 就是歼35 大家要留意它的编号 因为常常有很多人误以为它是歼31 其实它的官方编号是歼35 这款战斗机是由沈阳飞机制造集团所设计生产的 沈飞这一架歼35战斗机 目前看起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代航空母舰的舰载机 因为目前的歼15系列它的飞机太重了 有超重的问题 所以在未来应该像中国的这些航空母舰 采用歼35的可能性是非常的高 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是在进气道这边有一个DSI的设计 而前面的这些歼10还有JF17还有歼20 都是由成都飞机工业集团生产的产品 最后这一架是JL9 外销编号是FTC2000三音高级教练机 这一架飞机是由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所研发制造的 它是一款高级教练机 它也采用DSI的进气道的设计 经过我们的介绍 朋友们就可以发现 逆中战斗机它的进气道设计 就是KARIT的进气道 或者DSI进气道这两种效果比较好 假如你要飞机的机动性能好 那你恐怕就要采用KARIT的进气道 所以像俄罗斯的苏凯57 土耳其的克罕 韩国的KF-21 不管是单座还是双座 还有美国的FA-18EF5 还有最厉害的F-22猛禽式战斗机都是采用KARIT进气道 采用DSI进气道的逆中战斗机当然就是F-35 以及中国的歼20歼35这些战斗机为代表 接下来我们顺便帮大家介绍一下其他常见的第四代战斗机 它们的进气道 增加一点基本尝试 首先看到F-16这种是皮式进气道 只是它是倒过来 而且在机鼻的下方 经过这么多年的延改 F-16这种进气道已经发挥到极致了 没有办法做得更好 F-16这种进气道的设计已经到完美的等级了 极限就是这样 而且它本身 大家注意到它的鼻轮是在进气道的后方 这样避免在滚行的过程里面有异物 扬起会被进气道吸进去 所以这个进气道这边还有一个很小的空间要收纳鼻轮 然后进气道上来之后要到引擎舱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S型往上的一个通道 而在S型的这两侧就会收纳它的主轮 而且跟进气道有息息相关的 就是它机鼻的设计 它的气流的导向要顺利的导过来 而在跟机体接触的这边 大家看到这里两侧各有一个开口 而这边有一个分流 它也是顺利引导这个气流渡过它的机身 所以进气道的设计非常的困难 当然大家也可以注意到 像IDF的进气道 跟F16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为F16等于是单引擎 所以它一个进气道 由下方这样吸进来 可是IDF因为它是双引擎的战斗机 所以它等于是在机身的两侧 各一个皮式进气道 然后一个小S型进来 到达它的引擎舱 而在S型的通道旁边 就设计了它的主轮舱 所以IDF的进气道有一点逆中战斗机的味道 可是它这个S型的曲度并没有特别大 只是刚好把它的引擎遮住了 最后再介绍像F15 英式战斗机 它这种二维进气道 就是在不同的角度 就是在不同的弓角的情况下 这个进气道可以上下摆动 来增加它的进气量 这种一般都是在高性能战斗机 像高高空高速的情况下 它的表现就非常的优异 大家可以看这是F15英式战斗机 它的二维进气道 会随着战斗机的姿态而改变 最后在1970年代到1990年代 曾经锥形进气道 就是幻象2000 这种进气道曾经非常的流行过 因为在高速的情况下 这个锥形进气道它可以减缓气流的速度 这样可以让战斗机在高空 还有高速的情况下 性能可以更为优异 所以像以前的F104战斗机 也是采用这一类的进气道 接下来我们来聊 逆中设计里面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机腹的弹舱 或者有的飞机有设计进气道侧面的弹舱 像这张照片就是F22猛禽战斗机 大家可以发现第一个 它的弹舱的位置就像我刚刚讲的 在它的carat进气道 这个S型进来的中央的位置 在它的座舱的后方 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弹舱的舱盖 这边也都锯齿状 有做逆中的设计 而在进气道侧面这边就看得出来 它这两枚AIM-9X响尾蛇空对空飞弹 它有一个向外倾斜的角度 然后这边是两个carat进气道 这种双菱形的设计立体的方式 可以让它的气流整个压力的表现非常的好 而且大家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 F-22目前也是唯一一个 可以在高速的情况下 打开舱盖进行飞弹发射的逆中战斗机 就是它侧面这两枚 响尾蛇空对空飞弹 它需要的时候才会伸出来 它在高速高激励的情况下 还可以顺利的伸出来 它的AIM-9X响尾蛇空对空飞弹 这个技术难度非常的高 所以F-22它的基附弹舱 以及它两侧进气道的弹舱 它的搭载能力 向基附弹舱最多可以搭载 六枚的AIM-120先进中层空对空飞弹 而在进气道侧面的这两个弹舱 只能各搭载一枚响尾蛇空对空飞弹 在对地挂载的时候 两枚AIM-120先进中层空对空飞弹的空间 可以改挂一枚J-DAM空对地的炸弹 这也是它内置弹舱挂载的极限 这个是F-22在发射AIM-9X响尾蛇空对空飞弹的画面 目前其他的逆中战斗机 要做到这一步还有技术上的困难 因为要在高速还有高激励的情况下 这个弹舱要能够随时依照你的需要打开 然后进行射击 这个难度是非常的高 接下来我们来看韩国的KF-21 猎鹰式逆中战斗机 看得出来它这边也是KRIT的进气道 而且有一个S型的过渡 有一个S型的通道 所以主轮的位置 刚好也在S型的这个侧面 可是因为空间的限制 所以它就采用基附半埋式的方式 来挂载它的空对空飞弹 而照片中它基附挂载的是 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 合资成立了MBDA所研发的 流星主动雷达导引的空对空飞弹 所以目前看起来 它暂时的武装的设计 大概就这四枚空对空飞弹 不过在未来 KF-21将从现在的Block-1 采用半埋式的挂载方式 会继续研发等到了Block-2的时候 就采用内置的弹舱 到了Block-3 就会把它的IRST换装成EOTS 补充一下EOTS 就是大家看到像F-35 在机鼻下方这一个玻璃的视窗里面 这种光电瞄准系统 当然它的逆中效果就会更好 像F-35它就只有两个 基附的弹舱 刚好也在它的进气道 S型的这个区域内 因为它的进气道是这样 S型过来两个进气道 然后再合并进来这个引擎舱 F-35最多可以挂载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6枚 或者只携带4枚的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 再加上2枚的响尾蛇空对空飞弹 或者可以用2枚空对空飞弹的空间来搭载J-DAM 这一类的炸弹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逆中战斗机它的内置的弹舱空间都不大 而且会影响到它的油量 当然就会直接影响到它的航程 也就是滞空的时间 所以逆中战机它本身对于引擎的要求就会比较高 就是燃油的效率这些的性能指标就特别的要关注 当然F-35它也可以采用外挂的方式 一般称为暴力模式 就是内置弹舱再加上外挂的这些战位派龙架全部都挂满武器 这也是可以的 当然逆中的效果就会打折扣 不过这一点对于F-35并不是问题 因为它本身原始设计就有包含了逆中模式跟非逆中的模式 从这张表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在逆中模式之下 有的资料显示它只能携带4枚的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 可是假如包含了外挂的方式 它就可以总共携带14枚的AIM-120空对空飞弹 再外加2枚的响尾蛇空对空飞弹 所以它的任务弹性非常的大 当然它的飞送距离可以最远达到1390公里 在这些性能指标看来台湾自己研发的第五代逆中战斗机 真的是一项非常困难的挑战 有这张中国的歼20照片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可以在基附这边挂载4枚的霹雳12或者霹雳15中程或者长程的空对空飞弹 而在进气到侧面这里也是跟F-22一样 各有一枚红外线导引的空对空飞弹 不同的是它这两枚红外线导引的霹雳10空对空飞弹 不同的是它进气到侧面这两枚霹雳10红外线导引的空对空飞弹 并不能在高激励的情况下打开弹仓 必须在接战之前就先把这两枚飞弹放出来 才能进行跟敌人的缠斗或者是接战 这也是蛮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设计 最后我们来聊一下逆中设计里面的机尾 所有的逆中战斗机一定是双垂直尾翼 当然它并不是真正的垂直 它有一点向外倾斜的角度 这是为了要让雷达波可以散射到其他的方位去 所以像F16 IDF这种单垂直尾翼 这个高度非常的高 它的雷达的反射讯号就会非常的强烈 当然不用讲像F15这一类 真的是双垂直尾翼的战斗机 它的雷达讯号就会更明显 而且在它这边可以看得到机身到发动机这边的过渡 都非常的平直 虽然是流线型 但是有很多的雷达讯号的反射位置 尤其在这整个机尾的部位 雷达的反射讯号容易在这边有非常强烈的反应 所以像F117 它就很刻意将它的机尾的部分 也依照它的斜率来进行设计 所以它的垂直尾翼也做一个V形的一个角度 但是这边的结构非常的脆弱 所以F117在某些机动的动作上面是被限制的 曾经发生过机尾脱落的状况 从这边就看得出来F117它的尾管 这边很像百叶窗式的设计 希望可以让它的红外线讯号压抑到最低 所以F22在当时设计的时候 机身到发动机这边也采用了很多锯齿状的设计 只是它的锯齿状的颗粒比较大 采用大片的锯齿状来过渡 它是一个二维的向量喷嘴 所以它本身也是一个锯齿状 只是它比较大片 然后两侧的水平尾翼 还可以遮住它整个尾管 它的红外线讯号 这个是F35它的尾管 大家可以发现它整个机身到发动机这边 做了非常绵密的锯齿状设计 甚至连它这一具普惠公司生产的F135发动机的尾管 也都是锯齿状的设计来降低雷达的讯号 然后两片的水平尾翼 也遮住了一部分它的红外线讯号 当然中国的歼20也有做这部分的努力 从这个角度看得出来 在机身过渡到发动机这边也有采用锯齿状的设计 这张后方的照片就比较明显 不过大家应该有发现它的发动机的尾管的锯齿状比较不明显 机身过渡到发动机这一部分是有设计到 可是它并没有像F22这样子 包括尾管还有机身 全部都有做逆中的设计 像这是F22它的发动机的尾管 很明显看得出来这个二维 向量喷嘴 它的倾斜角度 这个采用逆中设计的特征非常的明显 F22采用的是普惠公司生产的F119发动机 这也是目前服役的战斗机里面 唯一具有二维的向量喷嘴 二维就是它只有上下的动作 而F35它这一具普惠的F135发动机 它整个尾管包括前缘跟后缘全部都是逆中锯齿状的设计 这科技的难度非常的高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想到织女星计划 恐怕真的是有点困难 这个是俄罗斯的苏凯57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机身到发动机这一段 几乎没有做出相关的逆中设计 所以苏凯57它的逆中效果到底好不好 一直是大家存疑的 所以苏凯57战斗机迟迟没有投入乌尔战场 也更加深了大家对于它整个作战能力 逆中能力的疑问 这是韩国的KF21 因为它是采用美国的GE公司的F414引擎 所以它在机尾这部分的处理 像水平尾E的遮蔽 它有设计到 可是在发动机的尾管跟机身过渡这边 大概这就是韩国能力的极限 不过仍然是非常好看啦 就是F414引擎确实也是非常好的一具引擎 这是中国的歼20战斗机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尾管的部分的处理 就没有像美国那么到位 而且它是采用前小翼的设计 它没有水平尾翼 所以在这部分就是它的稳定期 跟它的垂直尾翼在这边来遮蔽它的发动机的红外线讯号 从这张照片就更清楚的看出来 它的发动机的尾管在喷嘴的部分 就没有逆中的锯齿状设计 当然中国有研发向量喷嘴这件事情 可是也试着要做出这种锯齿状的收敛喷嘴 可是目前看起来还没有投入正式的使用 所以在逆中战斗机上面 它所有的包括座舱罩 还有它的这些舱盖 全部都是锯齿状的设计的原因 就是为了要让雷达波可以散射到其他的角度去 所以像F22它的机炮也是隐藏起来 而他们的座舱罩有一层镀膜 可以反射雷达波来降低它的雷达讯号 所以你会看他们这一类的战斗机 座舱罩的颜色都是非常的漂亮 有一种很神秘的色彩 然后这个是F22它的机炮的炮口 它要发射机炮的时候 这个盖子才会打开 上面所有的这些维修孔啊 相关的这些出入口也全部都是逆中的设计 这是F35它的机炮射击的画面 可以看到它也是有一个舱盖 射击的时候才会打开 然后进行机炮的射击 那我们再回到台湾的ADF战斗机 在2022年10月26日 大鹏部长他在辅导会的倾诉大会上面有讲 他在担任汉翔董事长的期间 就有做出国军十年军机整舰计划 在当时他们已经规划好ADF战斗机 有做过风洞的试验 外形结构都已经设计好了 不过我相信这一段的描述就仅止于他们有做过初步的设计 还有初步的风洞试验 因为整个逆中战斗机包含了它的电磁波吸附逆中图层 像F-16V采用的HalfGas-2就是美军现役的逆中图层 应用在F-35这些战斗机上面 它可以让F-16的雷达反射截面积降低20%到30% 当然也有朋友说那就拿F-16的来用啊 可是这一项是战略物资 美国提供的一定只够台湾自己的F-16机队来使用 除非你另外获得它的同意 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而台湾自己研发的逆中图料包含了黑狼还有庐山这两个计划 曾经在AT-3的0825这一架飞机上试验过 相信有获得部分的成功 但是后来都没有下文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ADF战机计划里面这八大领域 橘色的部分是目前中科院比较有把握的 就是在机体还有空对空飞弹部分 可是在引擎发动机还有空用电子雷达资料链 这部分或许可以对外来采购 当然中科院自己有研发之女新计划 但是目前看来成效还没有呈现 而中科院之前做的AESA空用雷达 目前也没有后续的消息 其他像电站系统 EO或者IR的光电红外线系统 还有中程疗机 目前是几乎是零的状态 这个显然ADF战机计划未来的研发之路 是非常的漫长而坎坷 虽然支持国机国造 但是我们可能要考虑一下台湾的技术能力 不能将政府的预算 无限制的砸到水坑里面去付诸东流 最后逆中战机并不是长得像逆中战机 它就是第五代战斗机 因为涉及了很多的演算法 而且一般的逆中效果只有在正面的效果最好 像左边这一张就是中科院他们有演算 中国的歼20它的RCS雷达反射截面机的讯号 大家就可以发现它也是在正面的时候效果最好 可是在其他的角度的状况都不是很好 所以目前全世界的逆中战斗机里面 仍然是以美国的F-22还有F-35这两种战斗机 它的逆中效果还有作战能力最为优异 所以台湾恐怕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假如要研发ADF 今年就要开始 而且已经晚了 假如ADF没有在2035年前顺利量产服役的话 恐怕台湾要锁定美国的F-35 闪电二世逆中战斗机 为主要的下一代战斗机 以F-35搭配F-16作为台湾未来机队的整体规划 恐怕是最符合台湾利益 还有整个国家资源分配最好的选择 再强调一下 我们并不是反对国机国造 而是当我们看到连韩国的T-50高级教练机 衍生出的FA-50轻型战斗机 它连AESA雷达都整合进去 之后韩国又在那基础上研发了KF-21猎鹰式战斗机 每一个次系统 每一项的研发技术都不断的在精进 在这情况下看到这张八大领域的示意图 恐怕我们要对于台湾独立研发第五代战斗机 要多想一下 好了我们这一集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你的聆听 也感谢您 假如有其他的看法可以提供给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